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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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又回到這個頻道 這個頻道今次不是說什麼 什麼 如何,技術,找工作 我從來都不說 我是想說一些我們這裡的生活細節 和英國生活細節 和一些時事的短打 其實息息相關的 其實不要說我們說政治 說真的 97年前真的不太說政治 我們還傻奸奸 中國女排 我們都會說,好好好 其實那時對那件事 對某個國家 但現在真的沒辦法 他自己做得越來越衰 所以我們就越來越討厭他 我們只是崇優 講回這裡,短打今次我想說什麼 最近說得很廢廢 就是關於Signal 好,Signal 為什麼有人說要安裝Signal 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對家做得不好 這個世界是相對的 什麼叫好到不好,美到不美 都是相對的 而WhatsApp這麼多年來講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自己都不是用WhatsApp 我一開始是用Line 我比較喜歡用Line 因為Line有幾樣東西 例如Sticker 這裏比較生猛 另外就說 他當年對這個 Desktop 即是在Window 或者Mac 我不知道 我用Window 他的Support是足夠的 後來WhatsApp 才有一個WhatsApp Web版 這個也是優點來的 都要賺一賺 給他一些Credit 因為其實我都喜歡 用Web多過 安裝一個App 在Window 或者Mac 但沒辦法 給點時間 這個Signal 大家都明白 其實我已經轉了 用Signal 我斬燈折貼 就跟朋友說 重要的 我會先搬到Signal 不重要的 你喜歡找我就找我 找不到的 你打電話 什麼都好 WhatsApp的話 可能我幾天才看一次 其實要這樣才可以 轉到 初步這幾天用了之後 我其實只用了幾天 其實都看很多 不同小的 發覺都真的 蠻好用的 待會慢慢 續點和大家說 要大家轉 先講講 這件事的始末 為甚麼要轉呢 其實最重要就是 WhatsApp 發了一個公告 將會 分享 不如我照顧他 畫面也看到 也看到 發言人說 他們會把資料 跟Facebook 分享 他有個回應 這件事之後 他都說 甚麼呢 OK 他說 社交平台 梁小姐 社交平台 就說 WhatsApp 用戶與任何人 包括個人 和商戶之間的訊息 完全受到 點對 點對端 即是我們的peer-to-peer 的加密技術保障 只要用戶及對方 才能讀到這些內容 從話不代表 跳下去 他說 這次更新條款 本來想提高私隱和透明度 為溝通上受不足 應該以更清晰方法 表達更深入說明的地方 希望以後會做得更好 行了 不用了 多謝你了 其實呢 講到尾 他想把WhatsApp 收買了這麼久 然後 將他和Facebook 大整合 即是說 我們在WhatsApp 說任何事情 例如說 我想買一隻標 接著這句話 他們的機械人 一看見之後 立即說 這個阿A想買一隻標 那他就自然 因為WhatsApp買不到廣告 當你一上Facebook 或者上其他社交媒體 他有合作的媒體的話 就會出現這些廣告 那就賺錢了 其實 剛剛已經說了 最近英國有份報紙都說 揭露出 報紙還是內政部 都透露出 Facebook自己都承認 和四間中國公司 我沒有記錯 就華為 還有哪幾間 不要緊 四間 這些不是重點 自己上網查到 Anyway 而是最大的問題 香港人 或者其他世界人 信不信這些中國公司 我們信不信 它是一間私人企業呢? 這些就是問題 信不信的東西 國安法拉雅都這樣說 我是不信 那怎麼辦? 有什麼辦法? 你應該是你做好它 而不是要我們 迫我們信不信 信不信這東西 就跟愛不愛一樣 你迫我愛國我沒用的 你做得好 我就自然愛你 你做得不好的話 你叫我怎麼愛啊老闆 對不對? 所以 現在的問題就是 就是我們不相信 一個好像 Mark Zuckerberg Facebook的老闆 那個人 我容許我 真的叫他賤人 一個人 我覺得 這個格 你既然都這麼有錢 你可不可以留下 一點點個人尊嚴呢? 你為了去中國market 我先不說你 其實你已經富甲一方了 有沒有必要還要放棄 Out of 中國 就是這些國家 以外的人 你置諸不理 而去舔這14億人的market呢? 你是不是缺了14億人的利潤的錢過活呢? 你是不是沒有了他生活不了呢? Mark先生 我真的想問問你 其實如果在於一個人 已經有這麼多錢 你十億勢都花不完的話 其實是不是要留下個人尊嚴呢? 現在你是毫無尊嚴 我當你是垃圾 再說回一些往事 當年他去訪問中國的時候 竟然走到習總那裡 跟人說 叫他幫我女兒改名 當然他老婆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陸人 怎樣也好 我不會歧視他 但是你這樣的行為 你叫人去改這樣的名 你用不用啊? 結果當然 習總也不是省油的燈 也不會讓你利用的 也不會讓他過一棟的 不過怎樣也好 你向這些人去拿名 你醜不醜? 你是不是真的很缺錢? 你真的為了這樣的話 要討好這種刷鞋性格 我只是在大陸看得多 香港也有 不是大陸看得多 這麼糟糕的話 做一個鬼佬 我覺得 你真的以你為恥 美國人來說 我真的很後悔 很多年前 我14年去Facebook門口 我還拍照 做了V手勢 我現在想起 覺得自己很慚愧 真的很對不起 好了 那說回來 究竟短打還是短打 變成又不是短打 現在我做了少少 對這個軟件有些看法 第一 重點一 就是它的用方法 非常非常接近Whatsapp 很多的介面都是很接近的 這個好處 我覺得非常有 令到很多人很快上手 我自己摸下去 一會兒已經可以開到group 可以靜音 我未必會說什麼security 那你自己看其他一些 我意思是說 其他的YouTube Channel 那我再說一些重點 我自己對我個人的重點 使用方法很接近 因為這個Signal 開發者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開發者 就是以前Whatsapp的始創人 Whatsapp開錯了之後 然後就賣給Facebook 這個後話 總之 他針對他來做 其實我在這裡也提議一下 當然聽不到 MeV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 直接是把Facebook 那個用法 或者介面 照Copy過來照用 其實我們要的是反抗 OK 好了 第二個 重點是什麼呢 這個Signal 它的滑音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剛才我試過 留言 即是用Voice 又或者通電話 都會是清晰的 我還未試過一些多人的Conference 其實以現在這些 我們叫Rap Socket的技術 做Multi 就是Telecom 即是Conferencing 是一點都不困難的 即是Open Source 已經 這個引到另外一點 就是 為甚麼 第三點 就是它更新 它很快 好了 為甚麼更新快 跟第四點有關 不如兩個混合來講 第三和第四點 首先講了第四點 就是它是Open Source的 即是說 它的原碼是開放的 如果你是高手的話 你都可以參與改 但當然你是以為那幫人 可能會有一個 我未參與過這些 所以我不知道 總之是Open Source 它會拿一些民間最高手的人 它看到這些 不信氣 就改了 其實這幾天 我都看到很多東西 不斷有更新 很有驚喜 另外一些 就是Sticker 很多 待會再講 正如我剛才所講 它Open Source Be-in 升級會很快 當然有一點點 就是組織 未必有一間企業 這麼紮實 不過我對一群 這群 即是 我們叫做 Outsource的programmer 我有信心 因為它好像Linux 一樣 都是Open Source的 絕對沒有問題 另外一點 剛才我講了 第五點 就是貼紙很多 嘩 多到你 它最有趣的是什麼 你看到一個貼紙的時候 比如說別人收了別人的 Papet 那句稱話 那你按下去 其實它已經 整個Family 都在這裡 你可以整個下載 就不像WhatsApp 收到一個就是一個 兩句就是兩個 很辛苦 它有一點點像Line的做法 其實它補了WhatsApp 沒有的缺點就是 Line為什麼那時候這麼成功呢 就是因為它貼紙很多 真的很多 其實這個是重點來的 很多OL 或者普通人都喜歡 其實人生的樣子很苦悶 有一點點的調整是不好的 好 另外一點很重要 第六 第六 就是越來越多人用 就變成了一個 群制間的壓力 變成了 你也要安排一份 否則別人聯絡不了你 好像以我為例 我就已經跟別人說了 我剛才說了 你找不到我 即是在WhatsApp 找得好的 不過我就遲點回覆你 如果想回覆我 有些重要的事情 過來Signal 我用這個方法去逼一些 我身邊的人 我大部分都轉了 八成幾 九成以上 現在是欠了一些外圍的 有些同學 一些藍絲組 那些 我就 我都不想看你們這些內容 你待會把屈孕妍的東西出來 還當寶 那樣 說真的 屈孕妍的那些 呲文 說真的 有稍微有少少邏輯的人 兩秒鐘 已經KO他了 不過 別人收了這麼多錢 做事而已 那 不說了 最後一點 就是 其實 今天我都跟公司同事開會 我說其實 為什麼公司全部都要轉了 重點就是 我覺得 作為一個 對強權 即是不可以低頭 以前的強權 大家都知道 是否好過鬼國 但是現在的強權 包括了什麼 就是這些大型的企業 其實今次 身邊幾多人都轉了台 那 我覺得 重點是 不單止是因為他的條款 幾樣東西合起來 第一 就是條款 第二 就是說 其實在美國大選的時候 很多人看見 都看到 喂 未必一定是 特朗普 我以前都很討厭特朗普 但是 自從他 對某鬼國的立場強硬的話 我就拍了手掌 那 不是 我們不用 走路來英國 那 就是 見到 其實不是一定要支持特朗普 而是說 公不公道 先 對特朗普 或者對支持的人的話 言論的話 就不斷打壓 OK 或者對某個鬼國 有時候 罵幾句鬼國 什麼什麼 然後你又要禁言 我都被人禁言 那 當然 他們罵我們 我們就沒有聲音出 你們什麼 港獨鬼 那些 大哥 你不要冤枉我 是我不怕承認 是吧 這個也是鬼國最喜歡的一個方法 就是污衊你 扣你帽子 令污名化你 令到整個鬼國的上上下人都討厭我們香港人 OK 希望 我不知道聽眾有沒有人是 這個 鬼國的人 當然 聽到這個頻道 如果是的話 我都不當你是鬼國人 我都當你是一個地球村的一個好兄弟 那 說回來 那 第二就是說 我們對強權那種 都引咎你的了 其實Facebook都不是第一次的 之前就說要收錢 收錢就是fine 我記得這個時間沒有免費午餐的 直到現在我Google或者YouTube都在付錢 等一下再招呼一下Google和YouTube 其實他之前已經做過 但是那次的perfect storm沒有那麼厲害 這次呢 其實我想他知道這件事了 已經香港大部分人已經轉了 我身邊的人全部轉了過來的 OK 當然了 可能我來的一些 某種政治取向的人會是特別反強權的 那些廢老藍絲 相對來說會覺得接受的 這個我也沒有辦法 我也很開心 因為其實 那個security方面 Signal真的給到我們很大的保障 例如說可以 你設定了你自己的留言 是多少分鐘 多少秒鐘後刪除的 那這些你就不怕了 因為 再者是雙方的encryption 而他拿到你的資料 是甚少的 那坊間有一張表 那我不在這裏再詳細給大家看 所以好自為之 這個好自為之 不只是給我們 我當然是和這些科技強權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 不會沒有誰 不行的 OK 還有最後一句 就是補回的 就是說 我有朋友說得很對 我們從來都不是Facebook 或者WhatsApp的客人 我們只有一些工具 他利用我們這些工具 而appreciate那班廣告客 跟著他拿大堆數據給你看 我這堆數據 這堆人喜歡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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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可以把你的東西 push給他們 而增加這個消費 而做Digital Marketing 不是問題的 不過 你又要舔鬼國 又要舔我們 你還要這次給我們兩個選擇 要是吃糞 要是有咖啡味的糞 或者朱古力味的糞 任你選 對不起 我兩天都不選 我選另一個海闊天空 下一個就是Facebook 因為Mivy現在其實 還是那個界面有待改善 我都試試聯絡 看看有沒有辦法 大家 我盡量吧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做界面 那方面的 我看看可以 可以的話 就是盡量 聯絡到的話 大家聊 不過坊間很多高手 都不需要我這些 這些魚毛幫忙 Anyway 另外一個要對付 接下來的就是Google 和Youtube Youtube自從去年 武廢事件之後 我身邊很多朋友的網台 全部被人黃標 那就是因為你提武廢 或者講世衛的事情 他來做judge 他來做裁判 你只是一個媒體 你只是一個再看 你不應該有立場 如果那個人說的事是錯的話 自然會沒有聽眾 所以我不需要你教我怎樣做人 現在他教我怎樣做人 現在還要教美國總統怎樣做人 加上Twitter 其他的社交媒體 一起來搞 那看到現在究竟 我們科幻片 未來科幻片 不是很流行說一個人 主宰了所有的東西 我發覺真的越來越像 而這幫人也是富甲一方 最近也都說回 美國頭十位那些 全部都是這些科技巨企 我覺得這件事 大家相當恐怖 所以小小犧牲 花點時間 轉平台 而換來自己 給一個人的尊嚴 我覺得是值得的 多謝大家 拜拜 記得訂閱 還有叫多人訂閱 還有分享我的影片 給人聽聽 這些這麼反叛的老坑 很少有的 拜拜